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别器它存在于这个负子类之间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设计一个表 这个表是这样的 就是这个 这个Circle 我回头给你们 这个Circle是一个Veco 汽车表 车辆表 然后车辆表之前咱们接触过 但这个车辆表就摘取了几个字段 第一个叫ID 然后第二个叫Win 第三个叫Year 生产年份 Make 品牌 Model 型号 然后Color 颜色 Veco Type 叫车辆类型 车辆类型 然后Doll Count 多二个门 然后 All of you drive 只有我自己写的名字 别错误看吧 叫是否是全驱车 然后那个 对对就是这意思 是否是全驱的 就是是否是四驱的是吧 就是这意思 然后 然后呢 然后接来我就弄了几条记录 弄了几条记录 咱把它在这个里面执行一下啊 执行完了咱刷一下 这个表就有了 有了之后呢 有了之后呢 这里面有有几个车 这几个车是这样的 主要是开后面啊 就Veco Type这一块 有的时候我们在数据库当中设计那个表啊 为了让那个表的那个数量尽量少一些 为了尽量减少一些什么 关联查询啊什么的 像这种 我们就设置什么呀 设置到一个表里 比如说这里面有SUV 这个Veco Type 1 我们认为它是小轿车 Veco Type 2 我们认为它是SUV 是吧 是吧 对应该是啊 然后呢 那这样的话 那小轿车和SUV之间 可能有一些不同的 就是那个属性啊 你就当它是不同的啊 比如说小轿车 它有一些属性 叫有几个门是吧 叫Dark Count 当然SUV也有哈 你就当它没有了啊 然后接下来 那个SUV 它有一个属性 叫All View Drive 叫做那个是否是全区 然后有几个门 这四个门是吧 那它要是没有这个属性 它就是那 明白吧 然后这边它有这个属性 那它就是120啊 就是或者是否 然后小轿车 它认为没有这个属性 那就是那 那就是那 明白这意思吧 啊 这样的话就是 这这两个字段 哎呦 啊 这两个字段 专门是针对不同的类型的 这个Dark Count 专门是针对 View Type 等于1这些数据的 然后这个 All View Drive呢 专门是针对 Veco Type 等于2 这个这个 这个字段数据的 明白吧 啊 这种的话你想呃 在我们的应用程序的开发当中 就是针对这种的表设计 针对这种的表结构 在我们应用程序开发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能就会设计两个类 一个类呢 就叫做Car类 一个类呢 就叫做SUV类 明白吧啊 啊 所以呢我们先打这个设计一下啊 那当然了SUV和Car 它应该有一个负类 就叫做什么呀 Veco啊 这有个Veco Veco的话 它把它都拿进来了 但是它唯一没有什么样 没有那个Type 你看啊 它没有这个Veco Type 是吧 然后没有这个Doll Count 是吧 没有这个Oview Drive 是吧 它没有这三个字啊 然后接下来看小汽车的呢 叫Car Car的话 它是不是继承了Veco啊 然后接下来它有一个叫做Doll Count 叫门的数量 然后就没了 然后还有一个SUV SUV它也继承了Veco 然后它有个Oview Drive 啊 所以说有的车后面它写个什么什么 AWD 就是这个意思啊 啊 好了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是类的设计啊 这是类的设计 类的设计完了之后呢 我们就来看主要就是映射怎么配 得建一个那个Veco啊 VecoMapper 搞一个吧 Veco Vehecle 哈 好了 这样的话这个Mapper我们就配完了 配完了之后呢 我们来配一下映射 它的映射呢 叫Veco Type是Veco 然后这块是Veco ResultMapper 然后接下来在这地方我们先配一个ID啊 ID有了 然后再配一个 叫鉴别器啊 鉴别器呢 我们管它叫 我看是哪个 就剩一个没学了吧 就是这个 对 Discriminator 就是它啊 然后我们这个JavaType JavaType是什么 就用什么来鉴别这两个类型 哪个字段是鉴别字段呢 是不是VecoType是鉴别字段啊 啊 然后这个VecoType的话 它应该是一个INT的吧 啊 然后对于我们的Java里面的属性就是 就INT的是吧 那么它鉴别字段呢 是的数据类型呢 是INT 然后鉴别的字段 color嘛 是不是VecoType啊 就这个啊 就是鉴别字段 好了 这样的话这个就鉴别完了 鉴别完了之后 里面具体要配一下 配什么呢 看 肯定是case了 是吧 case 那case value等于1的话 那也就是说 我这个鉴别器里面 它要鉴别两个值 我们之前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就是咱们自己定义 就两个值啊 1 就代表car 2 就代表SUV 对吧 所以呢 在这地方我们case value等于1 那么它的result type result type 或者是result map也可以啊 result type 就是什么呀 就是car 明白吧 当然了如果这个car 类型比较丰富的话 那你就配result map 对吧 好 然后接下来呢 嗯 在下面这个地方 那就是 那个 对 就是那个 关于那个列的那个 别名的设置了 是不是 你如果要是列 没有别名的话 那这个result就不用写了 那要是有的话 那这地方我们就 比如说colorm 这colorm它的值是 嗯 针对于小轿车的话 它有dark count 对吧 所以这块就这么写 然后接下来 property吧 property的话呢 就是dark count 在这个类里面 在这个car的这个类里面 我是不是有个dark count呀 这样的话就这么配 那另外一个也会了吧 所以另外一个 这块就是2 然后这块就是SUV 然后这个地方呢 就是 嗯 叫 oviu drive 是吧 嗯 嗯 然后这个地方呢 肯定就是它了 嗯 oviu drive 是配完了哈 配完了之后呢 咱们 就来测一下 所以在这个下面 这个地方呢 做一个selectvq vq by id 然后接下来 result map呢 给它设置成什么呀 是不刚才写的这个 vq result map 嗯 嗯 嗯 然后所以这地方就是select 行 from vq 啊 然后 veal id 等于 id 所以呢 咱们来做这个接口 eco mapper啊 哈哈哈 太了解我了 基本上 不知道你在说啥 好了啊 好了啊 然后接下来在那个 是这个里面啊 再写一个test 啊 啊 veal map test 啊 然后在这地方咱们 嗯 写一下那个 测试 啊 啊 所以testselectvq 啊 啊 v-e-h-i-c-l-e-i-d 然后 这个是vq 然后这地方咱们把它写上 叫selectvq by id 然后1 有完以来 然后这个地方是vq 啊 好 然后这个咱配一下 好 这样的话 就测了 测了 再再查一个 嗯 查了一个什么 查了一个1吧 1是什么 1是car是吧 所以再查一个3 3应该是SUV吧 是吧 啊 把它打一下啊 好了 所以 你看一下啊 我们调用的都是同一个方法 对吧 嗯 它的返回值是那个负类叫vq是吧 然后查询的时候 你看它能不能自动的鉴别出来啊 你看它是不是直接就是它复类类型存的其实是子类的对象啊 一个是car 一个是SUV 哪个属性啊 嗯 嗯 你现在肯定答不出来了 因为你查的时候 你可能你就知道我现在要查一辆车对吧 然后你就给它做什么呀 做抢转就行了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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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接下来你查的时候你肯定你要知道我要查的我这回我这个代码当中我要查的是SUV嘛 嗯 然后你这个就给它复到SUV里面 嗯 前提是你得知道它是啥 对吧 图辞准 一会打 你要把图辞准打一下 卡和SUV和那什么都打一下吧 图辞准是吧 就打它吧 打别的也没用 是吧 都一样 然后当然了你如果要是这边不抢转的话 看一下啊 诶 它不是一样的吗 它这不是动态调用吗 它编译的时候是看的是这个对象的类型 然后它虚拟机在执行的时候 它找的是这个类型里面存的这个对象的这个子类的方法 我今天是没有造成的这种类型里面 是因为这种类型里面的这个类型里面 我自己从而来看的 是因为这种类型里面 这种类型里面 这种类型里面